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集都介绍了不同的武术 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介绍了不同的武术 今集我们会介绍一些比较另类的武术 香港人都知道什么叫永春 大家有没有听过永春是否有名字很像呢 今集就请到南少林永春拳的王永强师傅 我们讲解一下南少林永春的功夫 王师傅想问一下南少林永春是怎样来的呢 南少林永春为什么叫永春拳呢 其实就是他在少林子永春变传出来的拳术 他的拳术有什么特别不同呢 其实就和一般的拳术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用拳脚啊掌勾啊什么都有的了 只是他由于在永春变里面传出来 所以我们一路传回我们这条线呢 叫永春拳 而永春拳里面有什么特别呢 就因为除了木人桑 黏手我们要练之外呢 我们也都会练是内家的心法 内家的心法是什么呢 如果那个拳名叫呢 应该叫南少林内家永春拳 这个才是个拳名来的 那其实他就是少林圆 这个拳 他和一般外面的一些南少林的分支呢 有什么不同呢 就一般的少林分支呢 比如好像广东岭南派的拳呢 就主要是大骄大马 我们呢就主要是高身 比较是比较是高身化的 那也都是 站了个马就好像站在那样的 那这个是比较很特别的 那另外就练功方法呢 我们是以法为功 为什么叫以法为功 就是我们先领略到那个方法 知道那个方法 我用什么功力去配合那个形容出来 所以功法两个是互相互掌 哦 就是主要是那个法文 那其实香港的永春呢 是怎么传过来的呢 这些故事就很久了 其实永春呢 其实在一九一几年二几年呢 我司工已经是叫邓雪 就已经在廣东呢 已经是南传了下来香港 那由于在香港教的时候呢 就有些门徒呢 就有些刑事问题 那就变了去被迫呢 就走回去大陆 那之后呢 到一九四几年尾呢 四百四九年尾呢 就我师傅邓逆呢 就开始在佛山那边下来香港 就开始再加上上一辈 其他几个的同盟升底 就开始慢慢在大德欄里面 开始传个永春派出来 那早期的呢 就是永春派呢 就只是在现在的油麻地那里面传 以前是叫大德欄 那我想你都不知道的了 以前是叫賣鸡的那里叫鸡欄 所以有部份那些舊的一辈知道 叫大德欄 大德欄 其实就是买鸡的 那现在就是现在的油麻地 山果欄 山果欄 是 山果欄 是 山果欄 那其实它里面 当中有什么内容呢 内容呢 由于刚才提过的 我们是上一辈呢 其实永春的全人不多的 那为什么呢 我自己当开玩笑 这个是我们的门发特色 懒 每个呢 包括我的师叔伯 或者到我们这辈都好 都是没有那么多人走出来 是正式是教的 那变了个个都是私下教 那样 所以上一辈来计呢 只有几条支线在那里 有些支线都已经 是大家失了联络了 或者上一辈的支线 大概有四条在那里 第一就是我师父这条线 叫邓逆这条支线 那我师父这条线呢 就由他爸爸邓逊 教出来的 所以他就可以说是 家传地下 那另外一条支线就是 罗超环 就是罗康泰 那一班呢 就是罗氏那边的 就是现在你在网上 可能见到有些资料 就是罗氏的 那那边的资料呢 就是 罗超环本身是商人 所以也都教的人不多 所以就是罗家这一条支线 另外一边呢就是 朱重文 朱重文这边呢 也都是另外一条支线 朱重文这边呢 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啊 研究啊这样 那样 有徒弟就大家教啊 大家观摩啊 看的东西这样 那样 所以就是大德蘭呢 主要就是 这几十年的 全体就是大德蘭全 直到大德蘭是改变了 变了山葛蘭之后呢 至于是吴满 罗超环 譚光 最主要就是这四条支线 至于有其他支线的话呢 我暂时所知的呢 是未有 至于在国内呢 我在这几十年呢 亦都曾经在国内里面 试图找永春的 但是呢 都不是很发现有 就反而呢 就会觉得就有些是混淆了 因为永春的特点呢 正如你所说的 有什么特点 其实就没有特点 这就是少林权利 唯一和平时的少林权有不同的呢 是我们会有埋人装 有黏手 但是我们的手法呢 我们主要就是 我们是收腰的 这个是很大的少林权的特点来的 和我们是高身马 这个分野就是这里 至于正话所说的四条支线 由于大家都是不同 过早一辈再加下来的呢 所以就每条支线 各有所长 各有所同 比如说永春拳 大家都知道永春拳是什么了 那现在永春拳来说呢 也都外面有些人叫十一手 其实我们最初叫这个 叫永春拳 但是未免和门派的名字混淆了 所以就现在有部分 叫他十一手 其实他十一手的意思 不是说只有十一只手 其实在永春拳这个套路里面呢 有十一段不同的方法 那十一段不同的方法 是针对某个应用而锻炼的 所以他叫十一手 那另外比如罗家的 罗家的 罗家是他们是全套是十型刀 就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朱仲敏 他们的庄拳 那变了也都由于其他那些 那些几条线呢 那些司宿白那些 他各有所长 就变了就 永春的 你说可以是比较好全面 依我所知的 现在永春拳出来的 大概有十套 拳路共场下 加上兵器 大概是十套左右 那十套是什么 据我所知的 就有 先讲拳 拳有我所说的 永春拳 或者叫十一手 那还有是三拜佛拳 三展拳 腰马拳 就和是庄拳 那还有是双弓拳 那而套路里边呢 兵器的呢 有大家都所知的 六点半棍 十型刀 还有其他那些 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才知道 我清楚知道的 那而 而且比较奇怪呢 就是由于永春拳 就比较门人是少的 所以就自从在大德欄分开之后呢 就变成了 那些门人呢 就各有各 那些同门师兄弟 各有各 走开了去教的了 那在这几十年里边呢 就其实 各有各同门师兄弟 都会一样有教人的 那在最近这两年呢 我们是召集到 或者找回齊了 这四条支線的门人一起 因为在网上呢 很多关于永春的事情都不确实的 包括那些传人 是谁 是谁 而我们在年初呢 其实就已经是 在四批门人下面呢 我其实是有一个 门系的传系表 已经出来了 可能有一部分的 那些传统呢 就已经是放了上去自己的网上的 那这个呢 我想好像正如正话所说的 如果是要确实的话呢 最好就看回正传 下来 这四条线里边 他出来的那个传系表呢 就会比较正确些 知道那个传系了 那就变成了没有那么多 那个疑问出来 黄师傅 其实你刚才所说的 永春的拳是收腰 高装 是 是 可以示范一下 给观众看一下 究竟这样的高装 的示范是什么 是 好的 我现在所示范的是 永春十一手 好的 Merc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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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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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我们这么精彩的示范 下集飞着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我在十一手里面第一节里面 这个叫双胶剪 这只手是这样的 里面包含了有几种手法在这里 例如这个双胶剪落 我是否可以单手落呢 可以双手落呢 可以一只手落 一只手上呢 或者两只手一起上呢 其实它的组合已经是很多 如果你刚刚打了拳过来的话 我其实已经埋了身了 我已经找到拳了 我已经是拳了 我已经预备你两拳 我已经预备你两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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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